最吸引男人的品质你有吗? 爱不够会产生此久的幸福感而倍加珍惜 下面来看看有哪些品质能够让男人倍加着迷 睿自诚恳的品质 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非常可怕 辩不清是非取质就往下定论 做事情没有条理不经大脑思考 想一出是一出还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让男友批语奔命的银河 由于缺乏失所能力经常被坑被骗 却不敢面对恋人的指责而说谎隐瞒 直到两个人的关系搅得一塌糊涂 让他感到烦躁不安 会想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非得逼他活活累死不可 而如果你很聪慧 凡事一点就透 和他交流起来会很流畅不费力气 让他感觉心里非常的放松 也就会明白他内心中需要些什么 能够自然流露出那种温柔体贴和散解人意 这样两个人相处起来将更和谐 有什么问题和矛盾 他都很愿意坦率自白地说出来 你会用真诚的态度 与他交流而达成共识 他会感慨 这才是我想要的人 想要的生活啊 积极乐观的品质 感情和生活中会面对很多繁琐和苦恼 作为男人而言 压力和责任会更大 如果女友总是消极地抱怨和唠叨 那么他会被这种情绪传染 而变得更加烦躁不安 会在心里想 整天就知道抱怨 没有一点和我分担 面对的勇气 会对恋人不断地失望 当感情生活中出现很多无法逃避的问题之时 你能做到冷静客观地去分析缘由 帮助他解决 用真心实意去安慰他 用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鼓励和支持他 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他会感动你的付出 在心里想他真的是在乎我 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 哪个女人不想拥有一个高品质 优秀卓越的男友相伴 又有谁不想和这样的恋人相依相伴 步入幸福的殿堂 那么就要明白 有表象产生的心意 很难令恋情持久 所以不要再刻意追求外在的美感 而要多培养自己内在的品质 让浓浓的爱意 在彼此的心中牢牢扎根 感谢您的心中牢扎根 感谢您的心中牢扎根